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強國夢到了總算帳的夢醒時分 大陸客蜂擁這裡做特種兵 習近平表現擔憂 為時已晚 國際智庫曝光中國經濟重大問題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10月6號星期日 我們在視頻的結尾會介紹阿波羅網副頻道的今日內容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讓您的親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溫層 做出最佳選擇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強國夢到了總算帳的夢醒時分 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斯蒂芬·羅奇 是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他準確預測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 並預言中國有望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羅奇近年來對中國經濟的預測 轉區悲觀 並且認為香港已經玩完了 美國之音報導 縱深視角專訪現任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的羅奇教授 羅奇教授說 習近平的中國夢被解讀為是要與美國競爭的一個口號 但實際上中國夢是為了振興中國經濟 19世紀初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 羅奇表示 中國當前經濟挑戰分為短期或周期性問題 和長期結構性問題 短期問題主要是房地產危機 而且這一危機仍在持續 他表達自己和許多人都認為當局的計劃 還不足以解除警報 儘管如此 他仍然認為房地產危機得以在未來幾年內解決 相較之下 中國經濟長期問題更為嚴重 羅奇認為 目前中國經濟的症結有三 首先是人口問題 及勞動失靈人口的減少 這種情況正在發生 並將持續到本世紀末 第二個問題是生產率增加乏力 當經濟體的失靈勞動人口減少時 就需要更高的生產力來拉動經濟 但目前中國的生產力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因為在習近平的指示下 經濟發展的重點回歸低生產率的國營企業 使得民營企業受到很大壓力 而且他們長期來 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生產力來源 第三個結構性的問題 則是眾所周知的內部私人消費不足 綜上所述 中國的經濟增長 目前面臨巨大的週期性 和結構性挑戰 但仍可能通過有力和創新的舉措來克服 羅奇試圖為中國的經濟挑戰提出解決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是採取行動促進生產力增長 日本已故前任首相安培晉三 也曾採取過類似的做法 他的安培經濟學 提出貨幣 財政和結構性改革 主要反映了提高生產力的措施 而提高生產力 在日本和中國同樣艱難 被問到習近平是否有足夠的工具 落實他對中國提出的建議 羅奇坦言 他有這些工具 但問題是 他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意願 去使用這些工具 習近平如何看待 賦予更多權力 給那些崇尚自由市場精神 敢於冒險 並且越來越富有的企業家 這件事現在似乎並不是習近平會支持的 他有這些工具 如果他願意的話 可以做出很多強有力的改變 並做出艱難的決定 但是現在他的理念 全是意識形態主導 這讓他無法做出 許多人都希望看到的選擇 大陸客蜂擁這裡做特種兵 香港政府統計處 於10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2023年8月零售業銷售額 同比下降10.1% 儘管暑假期間 大陸遊客逐漸恢復來港 但這一數字仍然令人擔憂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 謝邱安宜指出 儘管11黃金周期間人流增加 但整體零售表現仍不如往年 原因是遊客和本地居民的消費行為 發生了顯著的降級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港府統計在10月1日長假首日 共有22.1萬中國遊客訪港 創下通關後的新高 然而 許多遊客採取了 特種兵式的旅遊模式 即在最短的時間內 以最少的費用游覽盡可能多的景點 這種快速旅遊模式 極大壓縮了遊客的購物時間 和消費力度 記者走訪多個遊客熱點區域 發現雖然尖沙嘴 等地的個別名店有短暫排隊現象 但整體消費並未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許多珠寶店和奢侈品商家表示 他們的大陸顧客少之又少 消費力顯著下降 一位來自浙江的遊客孫小姐表示 過去她來香港購物的體驗非常豐富 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 她只打算買一個包和一件衣服 其他遊客也表達了類似的感受 一些人表示 現在大陸購物更方便 香港不再是購物的主要目的地 與此同時很多年輕遊客選擇通過小紅書等社交媒體的推薦 進行快速打卡式的旅遊 他們來到香港主要是為了體驗本地的美食 而非大肆購物 例如汉口道的一家彈踏烘焙店 因在小紅書上廣受追捧 吸引了大量年輕遊客排隊 但大部分遊客表示 他們的消費較為有限 主要以餐飲為主 而不是奢侈品購物 習近平表現擔憂為時已晚 國際智庫曝光中國經濟重大問題 上週 中國政府突然推出政策 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 被外界視為 迄今為止政府穩經濟的最強信號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本週五舉行的研討會上 多位專家對上述經濟刺激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擔憂 榮鼎諮詢公司中國市場研究主管洛根懷特指出 此次刺激措施顯示出政府更積極地回應經濟的下行 主要目的是調整市場預期 而非徹底改變經濟走向 核心在於通過政策信號吸引外資提振股市信心 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利勒夫利 呼應懷特的說法 他表示 這是我們等待很久的信號 因為他們理解經濟已經進入不穩定的狀態 通縮可能導致經濟走向負面循環 獨立投資研究機構 麥康蘭斯首席策略師布萊恩·麥卡錫表示 雖然近期政策信號 刺激了投資者對中國股市的興趣 但這已經是自2021年以來的 第四次類似反彈 長期投資者仍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懷疑態度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 在研討會上亦指出 中國當前的經濟刺激政策 亦在穩定房地產市場 支持股市增加流動性 無力貸款和支持地方政府 為即將到來的財政刺激政策鋪路 在他個人認為 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境 與日本1995年的金融危機 十分類似的基礎上 他強調中國接下來 應利用當前危機 推動結構性改革 懷特指出 中國經濟在信用增長 消費 通縮壓力等方面表現疲軟 銀行資產和居民總社會融資增長率 均處於歷史低點 基礎設施和地方政府支出減弱 也是投資放緩的主要原因 勒芙利表示 歐盟關稅和美國出口管制等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外部挑戰 麥卡錫分析說 規模過大的刺激方案 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特別是對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 造成歸邪 因此 他認為未來的刺激方案規模 可能更傾向於2至3萬億人民幣 而不是市場預期的5至10萬億 信貸增長是中國經濟能否持續的關鍵 目前信貸增長放緩至個位數 經濟難以為繼 還增加了中國 陷入債務通縮陷阱的風險 這種信貸緊縮 讓許多不良債務暴露出來 這與日本90年代中期的情況類似 在債務通縮的背景下 借款需求進一步下降 形成惡性循環 他認為 為了使刺激計劃真正有效 信貸增長需要恢復到更高的水平 只是 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 可能難以實現這一目標 尤其是中國匯率與美元掛鉤 這將帶來極大的困難 今天赴頻道的最新內容是 烏戰最新 朝鮮軍官六王三商 額外匯存底將清零 學者說 普丁戰時 經濟快撐不下去 兵源也快耗盡 川普聯手馬斯克遇次現場傳遞兩個重要信號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